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叶盈 一位罗定捷的女得作家和画家 从小在抗日名将 蔡廷阶将军的家乡 罗定市罗镜镇龙兴村长大 这个暑假 他带着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菲尼克斯 和十五岁的女儿萨斌娜 回到中国 回到家乡罗定 让他们亲身感受 妈妈家乡的风土人情 体验不一样的文化和生活 女大 水生鸡 阿哥丹齐 水生鸡 阿嫂七家 转发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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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对叶盈进行了一次专访 聆听她的创作历程 以及她的作品 《爱检树业的女孩》背后的故事 她将为我们分享她的罗定情怀 以及她对罗定的热爱 我初生在广东罗定罗定的一个小山村 我喜欢罗定的那种很脚踏实地地去干实事的品质 我的父母他也是这样的一种很老实 教我们从小就脚踏实地 对我影响很深的 我就觉得我自己以后就是无论我在哪里 我走的每一步我都会记住父母的这个教训 有了孩子以后我也就是坚持每年都会和我的孩子 回来看我的父母 看我的家人 到我出生的地方罗定都会从小就让孩子感受 妈妈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 每次回来中国别人问她是什么人的话 她都很自豪地说我一半中国人一半德国人 他们是就觉得在罗定是非常快乐的 很喜欢那里就是淳朴的民风 业营六年的中学生活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她日后的发展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就是罗定中学 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 漫步在校园中看到那些读书走廊 还有旧城墙以及古荣树 这些剩下了我许多青春的回忆 我就是从这里迈出了我人生重要的一步 在谈到《爱检树叶的女孩》这部作品的时候 叶映表示 奇灵感就源自于她同年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 她希望通过这部作品 让更多的人了解罗定的文化和历史 那时候就形成了我就是养成了一个习惯 我就会学会自己剪树叶 在大自然里面去找一些欢乐 我就迷上了这一个剪树叶来做树叶贴画的这一个爱好 这个爱好一直持续到我就是成人以后 我还经常会做 小时候的这个爱好 的确就是影响了我一生吧 最新出版的这一本《爱检树叶的女孩》 它原型之一就是取材于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 就是家乡罗定罗静 这本书讲了三个女孩的故事 它就是《爱检树叶的女孩》 这三个女孩的故事呢 它就把不同国家 不同时代的那些故事给连在一起 这本书呢 其实也是我就是献给家乡的一个礼物 我们六月份的时候 以捐赠共读图书的方式 捐赠了有二十多所的乡镇学校 一个班一个班让他们沦流共读 然后我六月份我走访了 大概就是有进十所的受捐的学校 叶盈还带着她的儿女 菲尼克斯和撒宾娜 参观了云浮工艺大师的工作室 让他们感受 拿着工艺美术的独特魅力 和工像精神 我这次也让孩子 他就是更加的了解七文化 还有何调文化 带他们去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室 他们的那种精神 就是很刻苦很耐心的那种 工匠精神 他很容易就有共鸣 因为德国它本身也是一个 就是说是一个工匠精神的国家吧 所以他就是也看到了这些作品 也能够很容易就理解 理解他们这背后 所付出的努力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孩子 他还是挺容易 能够走进罗定文化里面去的 我就希望我能够用自己的作品 都为我们罗定讲话 然后呢也希望我的孩子 能够让更多的他的朋友 或者是更多的外国朋友 也能够有机会来了解我们罗定文化 能够为他妈妈的家乡 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次专访的美声 叶应表示他会继续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 通过作品宣传罗定的文化 我家乡很多这种故事 值得我去书写 我就希望以后能够 让外面的世界更多了解我们罗定 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吧 而这次专访中 叶应的儿子菲利克斯 和女儿莎宾娜 也都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会跟我再多一个的朋友 分享一下我在我妈妈家里的经历 让更多人可以了解罗定 我也会继续会罗定 因为我在这里也有中国朋友 我可以跟他们学书法和中国的文化 《香愁》对每一个人来说 是一种精神归属 是一种故土情结 这次专访女士的交流 令到我们感受到了 她对家乡文化的深深热爱 她的故事也都令到我们明白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要记得住香愁 留得住香情 这个就是叶应 一位爱检树协的女孩 与她的罗定情怀的故事 愿她未来有更多精彩的创作 愿她为传播和传承罗定文化 带来更多的贡献 也都愿更多的人 在罗定找到浓浓的享受 顺水的香情